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进行进一步的承压 但今天在经济学究了 我们稍微先缓一缓 不为大家对于新闻进行更多的解读 当然了也有观众朋友们最关注的是 美股九月惊奇 是不是九月会出现AI世界大转折 出现英伟达股价暴跌刺破 这些话题都非常的有趣 今天我最关注到的是什么呢 是在报业新迪迦这一份媒体上 我们曾经为大家介绍到的 研究中国政治经济的学者洪远远女士 也是一位非常著名的中国问题观察者 所发表的一个文章 她的这篇文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题目 叫做中国的经济悖论 她谈到现在的西方观察家经常会把中国视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形象 要么是即将统治全球的崛起中的超级大国 要么是一个濒临崩溃的脆弱不堪一击的国家 但是她说呀 说实际上呢 中国经济本身是一个悖顿 一方面科技繁荣 一方面增长放缓 你不要觉得两点是不可调和的 其实在中国就是形成了某一种和谐统一 她说呀 说外界往往认为 中国是一个一切听中央指挥 习近平大笔一挥下达命令 全国上下一盘棋就按照他这么做 实际上她认为呀 这样的一种观点是过于简单化了 那中国到底的这个经济体是一个怎样的一个体制呢 她称为叫做引导性与即性发挥逻辑相结合 什么意思呢 就是中央领导层会发出一些优先事项的信号 但是啊 包括各部委各地方政府在内的庞大的官僚机构 会自己根据政治的激励 会根据自己的私立的需求来解释 并且执行这一些信号 那举个例子来说 中央的指令是什么呢 习近平明确说了 希望要专注于叫做新制生产力 同时呢也几乎明确的告诉了中国官员 这就是我习近平的经济遗产 这个话题啊 之前我们已经为大家介绍很多次了 习近平认为过去呀 依赖于这个高投资高污染啊 基建呢 房地产投机的旧经济呀 虽然是帮助中国从贫困走向中等收入国家了 但是现在这样的一种发展方式已经是不可持续了 魂远远教授说啊 说习近平是故意与过去的几任领导人之间的这种模式啊 保持距离 似乎对于中国以前的增长模式啊 是比较的不屑啊 甚至啊 是把他和中国的腐败现象联系在一起 因此啊 现在的这一些地方官僚各部委 没有什么政治上的动力来振兴旧产业 哎 你这个旧产业搞活了 搞成功了 不会提升他们自己的地位 而失败反而可能会终结他们的职业生涯 而在魂远远教授看来 这样的一种微妙的关系 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中央政府对于房地产持续低迷的冷淡反应 如果政策制定者果断行动 那么可能现在整个房地产行业已经救活了 现在经济放缓啊 不仅仅是影响了人们的信心 也影响了人们的收入 失业和降薪问题啊 可以说是传遍了各个行业 与此同时呢 政府啊 特别是地方政府专注于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中央指令的优先事项 习近平的心头所好 比如清洁能源啊 所谓新制生产力中的太阳能电池板 拿电动汽车呀 等等等等 那其实呢 魂远远教授之前还有一篇文章专门说啊 分析在中央政府设定了新的这个指标之后呢 地方官员啊 往往的虚报数据的动力也不一样了 过去是虚报GDP数字 现在是什么呢 虚报各种各样的专利数字 因为上面要看你创新呢 结果啊 地方官员就鼓励一些无效的创新啊 来搞得好像我们所有人都在追捧先制生产力一样 结果导致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说真正新颖的创新比例在这一些专利中的比重还有所下降 当然是有更新的创新比重 但是啊 也有大量无效的专利 而魂远远教授啊 把这一种现象称为低效率的创新驱动 那么虽然啊 魂远远教授分析得出结论 中国在快速产生大量产出的啊 这样的一个能力以及制造效果体系上是非常强势的 但是啊 这种方式呢 也会导致大量的浪费 比如中国总共有将近500家汽车工厂啊 但是三分之一的工厂的产能利用率不到20% 那最后怎么办呢 那可能如果按照经济学的规律而言 大多数的企业可能都会破产 而整个行业啊 会围绕像比亚迪啊 这样的一个巨头进行重新整合 但是魂远远教授啊 又转折说 你不要认为这种浪费完全就是一无是处 这种方法也有好处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能浪费得起 只要最终能够产生一两个像比亚迪啊 华为啊 这样啊 想撤全球的行业冠军 那中央领导层是可以愿意容忍低效和浪费的 所以我们看啊 这个地方政府啊 竭尽所能培养新兴产业 结合风险投资 结合公共投资啊 到处吸引全球各地的人才等等等等 其中啊 当然是会有很多浪费低效 有很多互相踩踏 有很多地方政府为了迎合上级啊 啊 这个手段 这个是什么 就是我们叫说 叫做这个 眉毛胡子一把抓 但是 只要是能够搞出成果 在中国看来 这就是成的 关远教授特别讲的一个例子 就是吸引人才 那大家对于中国的这个吸引人才战略啊 不屑一顾 认为真正的能 这个能 全球性的人才啊 那不会到你中国去啊 可能还是会留在美国 但是我们看到 整个在2021年中国是竞争了2400多位全球顶级的科学家 真正出现净流失的是什么呢 反而是美国 所以啊 这个话题啊 其实背后还是比较复杂的 不是像表面想象的这样的一个简单 那么 魂远教授继续啊 对于中国的官僚系统进行了分析 过去啊 大家说啊 这个共产主义实际就蜂巢式的运动式的发展 但是他说实际上现在的这个中国官僚机构啊 已经远远不是共产主义政权这么简单了 现在整个的中国的官僚系统反而成为服务于领导层资本主义目标的某一种工具 哎 历史上啊 中国的战略旨在推动消费品的出口 那么发达国家的家庭 一方面的是受益于中国的廉价的中国商品 同时啊 也与中国之间出现了贸易上的摩擦 而现在同样的策略可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推动消费品的出口了 而是促进先进制造业和清洁能源 结果啊 美国和欧洲现在呀 都好像是从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学来了一页 希望和中国在产业政策领域也一较高下 所以我们说到底是中国变得更加像资本主义了 美国和欧洲变得更加像中国了 还是整个世界的格局已经发生了改变 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经济政策已经不能再用简简单单的 到底谁是资本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来分拆了呢 这可能是值得我们考虑的一个问题 但是啊 整个每一个世界中的国家可能都会希望朝这个方向发展 谁也不愿意做一个啊高污染重浪费不可持续的这样的整个全球生态链中的底端国家 但是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新旧经济啊不是明确分割的 是紧密相连的 如果整个把旧经济打垮的速度过快 可能不仅仅打垮的是旧经济 也会拖累新经济的崛起 这一点呢 在整个房地产行业中可以说是初见端倪 房地产行业的确是一个旧经济行业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你一下子把房地产行业打垮了 摧毁的不仅仅是这个行业 也摧毁了就业和家庭财富 导致消费者缩减开支 那么现在我们也看到啊 整个新行业的崛起也不是一日之间毫无压力和摩擦的 现在啊 比如说像电动汽车这样的行业 加剧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贸易紧张关系 那这些国家呢 指责中国在市场上倾销过剩产能 加剧这一问题的是技术进步本身 新经济虽然在未来肯定会对于旧经济有取代性的作用 但是这个磨合的阶段呢 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在工业机器人呢 在无人驾驶啊 这一些领域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 但是啊生产率在这一些行业的提升 往往对于只受过这个 对于接受过技术教育的这一些高品质的技术工人有利 但是有很多年长的工人不具备新技术的工人 反而在这一轮技术进步中啊 可能是被裁员裁掉了 结果现在他们反而是成为了中国的社会和经济问题 而同时昆远教授也讲到啊 向高科技经济的转型往往需要GDP的增长健康的公共财政 这样啊政府不论是在投资产业政策 重新培育工人建立社会保障网方面才能够有资源可用 如果没有这一些支持 这样的转型从旧向新 反而可能会加剧社会和经济的分化 但是昆远眼教授也特别指出 中国这一轮转型还有一个特别的困难是什么呢 就是说加速向尖端技术转型 正好发生在中国经济低迷和地方债务危机这个时代 而这个方式啊在现代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那比如说日本日本在进行经济转型的时候 是日本发展最好的时候 日本在九零年面临长期经济停滞的时候 可没有同时加大对于国家主导的创新投入 到底怎么办呢 昆远眼教授指出了一点 就是说确保艰难结构性转型的成功 习近平必须两手都要抓啊 一方面方向要明确 中国经济必须转型 但同时对于旧经济中不那么光鲜的部分 也要巩固也要提供就业援助 被淘汰的工人不能轻易甩下 如果现在中央部发出这样的一种信号 那么可能地方大员会继续优先考虑 所谓的高薪行业 而不是中国的传统行业 这可能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转型的疼痛所带来的负面后果 大大的超过了中央的想象 在这一篇文章的最后 昆远眼教授提出了一个问题 就是两种叙事 巅峰中国的叙事 没有能够抓住中国的真正矛盾 你只强调了中国的脆弱性 另外一种叙事 就是中国无限的好 那么也过于乐观的看待了中国这一轮转型面临的话题 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衰退呢 中国到底是不是崛起呢 答案既是也不是 尽管现在GDP出现了放缓 但是中国向绿色高科技经济迈进的方向和速度 是非常不可小觑的 并且长期而言 仍然是全球最大最有实力的消费市场 但是一方面我们也看到 中国面临着非常强劲的经济逆风 消费者紧缩开支 而投资者必须要适应投资中国的新现实 贸易伙伴面对这样一个中国也需要分散风险 而在文章最后 郭源言教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观点 说有关于中国经济崩溃会带动政权的崩溃 这个预测是完全不靠谱的 唯一可能真正动摇中国政权稳定的因素 是最高层的权力真空 而这种危险在中国是不存在的 在今天的经济学究栏目中 我们简单为大家介绍了 洪源言教授的这一篇文章 到底怎样看待洪源言教授的观点呢 特别是文章末尾 唯一可能真正动摇中国政权稳定的 不是什么经济放缓 而是最高层的权力真空 集权反而是中国稳定的因素 这个判断到底靠不靠谱 那么我们在经济学究这个栏目中 主要讲的是经济问题 如果大家对于中国实政经济相交纳 这个环节特别感兴趣的话 我也会在今天晚些时候 请教何彬先生的观点 何彬先生到底如何看待洪源言教授的这一篇文章呢 请大家一部华尔街电视的思想先驱报栏目 我们一起去听听何彬先生到底是怎样解读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